你們真 他在總 因為沒有人不怕那個鬼 不怕賴清德那個賴皮鬼 對不對 勇敢的台灣人 勇敢的小草 站出來 我們需要一張 轟轟烈烈的驅魔儀式 把這個小鬼 通通 刪除掉 對不對 勇敢跟惡魔黨 正面對決 好不好 你記念 你記念這個節目 沒辦法 不接受 沒辦法 感情 要不要 站起來 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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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沒有法治 民族是假的 法治沒有正義 法治是假的 正義沒有公道 正義是假的 正義沒有公道 你現在是有權管法官的人 你有權管檢察官的人 我看你這樣處理柯文哲的案子 我看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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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你死定了 我們立法院啊 人民通過的法 你一定得遵守 台灣是一個很可笑的國家 我每天都在講我民主自由 對不對 我們現在殖尊人黨叫什麼 民主進步黨對不對 你們真的媽真丟臉 還敢就用這個名字 啊台灣的立法委員 我跟大家報告 也介於有跟沒有之間 賴清德芳人 賴清德芳人 要不要站起來第一個威權 好不好 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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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稱讚大家一下 你們真他媽的帶走 為什麼說大家是很帶走 因為不怕那個鬼 不怕賴清德那個賴皮鬼 對不對 勇敢的小草 永遠是抬頭草 哪裡有割草機 我們頭抬得比誰都高 對不對 民進黨結合媒體 司法跟政治的三合一的惡鬼 台灣至始至終都是世界所有報導中的寶島 這幾年為什麼變成鬼島 因為被惡靈纏身 所以今天共同弟弟 借了一頂大法師帽 要來這邊舉行驅魔儀式 民進黨的可惡在於他用國家公權力 國家的資源 不斷的在台灣社會養小鬼 在政治圈 在媒體圈 在司法圈 養那一大堆混蛋的小鬼 勇敢的台灣人 勇敢的小草 站出來 我們需要一場轟轟烈烈的驅魔儀式 把這個小鬼通通剪除掉 對不對 要怎麼形容民進黨這個賀鬼 他有一個特質 吃肝 麻禁還要打包帶回去 但他不是只是可愛的貪吃鬼 他是一個什麼 暴飲暴死鬼 他吃肝國家的所有寶貴的資源 他還吃肝了什麼 人民最偉大的什麼 他的意志跟他的思想 唯有站起來反抗 我們才有一個美好的名權 剛才朱鋼老師我跟他開玩笑 你今天應該改唱一首歌 叫做無敵鐵金剛 因為無敵鐵金剛是跟誰來對抗 惡魔黨 無敵鐵金剛 無敵鐵金剛 我們是正義的一方 要和惡勢力來對抗 有智慧 有膽量 越戰越堅強 科學的武器在身上 身材高高幾十丈 不怕刀不怕槍 勇敢又堅強 打敗雙面人 怪獸 通通給他殺光 我們過去做羅賓案 我們未來要做無敵鐵金剛 勇敢跟惡魔黨 正面對決好不好 賴清 你在政壇上 之所以能夠今天幹到總統 你有兩個恩人 你是新潮流的 你受新潮流的提拔 有兩個新潮流的重要人物提拔你 一個叫吳乃仁 一個叫洪其昌 當時民進黨論功行賞的時候 吳乃仁是你的師父 被派去當台灣唐藝公司的董事長 你曾經當過洪其昌的助理 你是跟在他旁邊學習 我幫你回憶一下 不選了把位置讓給你選 是這樣被一步一步拉拔上來的 後來有一次台唐公司 有一個土地出售案 被認為土利 被認為背信 最後吳乃仁被法院判刑 但是買家是洪其昌介紹的 也被判刑 吳乃仁被判刑三年十個月 洪其昌被判刑兩年六個月 賴清德 你當時站出來說 我的師父是無辜的 我的師父是清白的 你呼籲司法要公正 你當時還說了一句話 如果你的師父有犯罪 你要離開政壇 你要放棄公司 所以到今天 有一個一生子監督你的人 叫謝龍介 動不動的講 你不是說你的師父如果判刑 確定有罪的話 你要辭職嗎 賴清德便說 其中有一個後來沒有罪 只有吳乃仁改判九個月 賴清德要提醒你 為什麼他們兩個判刑確定 還要申請再審 再審還能成功 在台灣歷史上是很難看得到的 可是賴清德 你知不知道你的師父為什麼能夠再審 那時候是國民黨執政 有一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看到判刑確定的新聞 這個判刑的理由很奇怪 有瑕疵 那個立法委員就站上了立法院的質詢台 對著司法院所有的大官小官 一一的類舉理由 不是你這個判決有問題 應該給人家再審的機會 那個立法委員叫蔡正元 賴清德 當時我從質詢台下來的時候 你有幾個同事都傻眼了 一個叫柯建銘 一個叫潘孟安 他看著我 啊啊啊啊 你敢是國民黨的怎麼會在聽我講話 我當時回那一句 民族沒有法治 民族是假的 法治沒有正義 法治是假的 正義沒有公道 正義是假的 這樣 後來無奈人 洪其昌獲得再審的機會 洪其昌才能夠無罪 可是洪其昌有跟人家收了一千萬 為什麼還能無罪 為什麼我還敢幫他講話 因為證據很清楚 那不是收贏阿燈的錢 為什麼 因為他收了這一千萬以後 轉手給新潮流的候選人 這個叫政治獻金 沒有放到自己口袋裡面 就不算收費 法律定義很清楚 我們要給人家一個公平的待遇 賴清德 為什麼要提醒你這個故事 你現在是有權管法官的人 你有權管檢察官的人 我看你這樣處理柯文哲的案子 我看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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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這個案子 檢察官怎麼可以回到這個地步 真消息假消息 不斷的放出來 泄密滿天飛 法務部長還好意思 面對立法委員質詢說 我們沒有泄密 你的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莊瑞雄 審法會都看不下去 這種泄密是不能原諒的 對柯文哲不公平 對民眾黨不公道 對台灣的社會是很大的傷害 我們站出來討公道好不好 我這三次出席現場 現場都人山人海 我實在看不到後面 雖然我剛剛看網路一堆人 又說我們只有30個 是不是 網路上的一些 輕鳥的支持者 可以來現場看看 這個民眾黨啊 他們在辦這個遊行機會啊 跟民進黨比起來實在差非常多 那前面很多前輩前面很多好朋友 都已經把今天的主題 大部分都講了一個遍 那館長也天天在直播當中 天天在談論這些東西 我覺得賴清德啊 是一位相當可怕 如果今天要講的話 他是相當可怕的魔鬼啊 我們近期做了多少努力 民眾黨的立委 我們這樣子人民的納稅錢啊 從今天年初好不容易 非常辛苦了喔 從早上7點到晚上12點 我相信現場的觀眾朋友 也有很多人 陪在直播面前 我們一直在看那個 今天年初喔 一直搞到最後喔 的國會改革法案 今天我想說你死啦 民進黨你死定了 喔我們立法院啊 人民通過的法案 你一定得遵守 但是呢 到了最近在兩三天 我覺得我們國家啊 已經進入一個獨裁的一個國家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台灣是一個很可笑的國家 我們每天都在講我們民主自由 對不對 我們現在殖存黨叫什麼 民主進步黨 對不對 你們真的嗎 真丟臉還敢就用這個名字 啊台灣的立法委員喔 我跟大家報告 也就於有跟沒有之間啊 這怎麼國家社會啊 這次事先就很簡單 立法院可不可以查 當然可以查 查了之後可不可以怎麼樣 不能怎麼樣 那你在諮詢上 你要求我拿什麼東西給你看 我就不拿給你看 那最終你想怎麼樣 沒怎麼樣我站在這邊10分鐘 10分鐘到了你下去 我們的國家啊 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子搞 然後我們人民的納稅錢啊 就一直噴 大家看到電費單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鬼故事有沒有 超可怕鬼故事有沒有 腳電費的時候啊 將你家開冷氣 從腳底啊 冷到你的頭上面來 這個動沒有結束 我們的賴清德 繼續要這麼幹 大家等著未來 繼續撥補繼續漲電價 然後呢 最慘的是又要炎壓啦 今天大家聚在這裡 這120場的遊戲 看來我們賴總統 絲毫不在乎 沒有證據 那就編證據嘛 喔你就編一個 莫名其妙 連我我跟大家講 我跟民眾黨很熟啊 我真的沒聽過橘子這個人 我也很少聽過這個人 我根本不知道他誰 說實在話 今天你搞一個這個人出來了 然後叫這些名嘴媒體放話 放完了之後 現在要搞一個炎壓 我們的台灣喔 現在有民進黨的政府喔 愛怎麼幹怎麼幹 愛怎麼壓怎麼壓 我們真想請賴總統 站在這邊看看 這就是你國家的人民 人家爸爸現在躺在醫院當中病危 你搞這種下山爛的手段 賴清德放人 賴清德放人 賴清德放人